好,那我们刚才讲到我们只剩下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把一印做得越小越好 我们刚才已经把一印的公式写下来了 那剩下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样求到一个W 它会是一个好的W 它的一印会是一个小的W 所以我们先把一印的公式稍微看一下 一印的公式里面有哪些项目呢 我们有W乘上XN 这是我们的hypothesis说的预测 到底是怎么样子 我们有YN 这是我们希望的预测 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我们有这个平方 这是我们的平方的错误 然后我们有这个平均的动作 对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所有的点 做个平均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 是想要把这个式子 表示成矩正运算的形式 为什么要表示成矩正运算的形式 因为我们希望未来在操作的时候 大家符号看起来可能会稍微简单一点 不会有一些这个 例如说小的N的这个index 在那边跑来跑去的 好那做矩正的操作之前呢 我先想办法做一件事情 让大家等一下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我说我这边有一个W乘上X 这个向量的内积 大家知道向量内积是可以交换的 所以我这边可以简单的把它写成 XN Transpose W 也就是说我把W跟X的角色交换过来 交换过来的目的 只是让大家待会儿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说我们在做什么事情 好然后怎么样呢 我们这边有个连加 连加这个东西 看起来有点讨厌 因为就会有那个N 小N的index在那边跑来跑去 我想把它表示成向量的形式的话 我可能就可以把它写成什么 我连加一连串东西的平方 实际上我也可以看成是 某一个向量的长度的平方 这个向量里面的每一个component 实际上就是我连加里面的这些每一项 所以例如说这里 我可以把第一项写下来说 我的第一项是X的第一个 Transpose W 减掉YY 所以呢 我如果在那边算平方的时候 我就会算到 第一项这个东西的平方 同样的 第二项我可以写X2 Transpose W 减掉Y2 好第二项 一路点点点的写下来 一直到D大N项 XN Transpose W 减掉Y大N 好所以大家可以看看 我原来是一串连加 我只是用数学性质 把这串连加表示成一个向量 然后它的长度的平方 好这样写下来之后 看起来 稍微比刚才复杂一点 因为我把那个小N丢掉了 但是接下来 我就可以做一个简化的动作是什么 这里面的每一个人 每一行里面都有一个共通的W 我如果把这个共通的W有点像提出来的话 那么今天红色的部分是什么 红色的部分是跟我的X有关的部分 我需要的是X1的Transpose X2的Transpose 点点点一路到X大N的Transpose 好这是红色的部分 对不对 大家看看 我们在上面那一项里面 我们需要就是X1Transpose W X2Transpose W 我把W有点像提出来 那么我的前面乘W的矩阵里面 就留下了这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 我原来X是这个高高的向量 现在呢 躺下来变成横排的这个向量 告诉X1X2一直到XN 它们是横排的向量 然后呢 再来我后面要剪掉一个Y 我也可以把这些Y收集起来 变成一个向量 所以我在这边可能有Y1 可能有Y2 一路点点点 一路到YN 它们每个收集起来 变成一个向量 好 所以我经过了这一番整理 如果我还为这个向量 稍微取个名字 这个矩阵稍微取个名字 我把它叫做大X 我为这个向量稍微取个名字 我把它叫做Y 这个矩阵大X 我把它下面画两条线 然后后面那个Y是向量 我把它画一条线的话 好 我就可以把它整理出来说 我有一个大大的矩阵 乘上W 然后剪掉一个高高的向量 这个是Y 那整理出来 最后变成一个比较简单的式子 我有N分之一 这是我原来的N分之一 然后呢 我要算某个向量平方 这个某个向量是什么呢 只跟三个东西有关 大X 这是我原来的输入资料 W 这是我在变化的各式不同的线 然后还有Y 这是我想要的输出 然后把它收集在一个向量里面 好 所以这是我们最后得到的式子 看起来可能比之前的式子 要稍微简单一些些 至少 我们现在已经把所有的资料 还有所有我们要的W等等的 都收到所谓的这个矩阵里面去了 好 收到这个矩阵里面去以后有什么好处 我们看看这个一印长什么样子 我们唯一的变数是W X跟Y我们都已经知道 唯一的变数是W 这个函式 大家可以看到说 我们的一印 你的W变一点点的时候 一印也会变一点点 那它可以证明说 它是个连续的函数 W变一点点 它就跟着变一点点 然后连在一起 然后实际上 因为你可以算出它的微分来 它是一个可微的函数 那如果进一步证明它的性质的话 你会得到 它是一个我们叫做突函数 convex function 那有的同学可能不太知道 突函数是什么意思 我们先想象它的物理意义是什么 想象它的物理意义就是 它是一个像山谷的形状 有点像我左边画的这个样子 我左边是一个示意图 这个示意图的横轴是什么 是所有不同的W 它是一个连续的函数 所以我的这个函数的曲线 是连在一起的 然后它是一个可以微分的函数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 它有若干的这个平滑度 有若干平滑度以后怎么样 然后它是凸的 它就像一个山谷 像一个碗一样 像一个碗一样 这样的函数有什么特性呢 像一个碗一样这样的函数的话 我们如果要求 到底它哪里是最低点 大家看到那个山谷的 最底下是最低点 最低点是什么意思 就表示我们在对低点上 不管往哪个方向去 都没有办法再往更低的地方走 想象你是一个球 你在最低点 你往哪边过去 都没有办法让你的函数值更低 这样的性质呢 会对应到大家在维基分 可能有学过 说会对应到什么呢 我在那个最低点 如果去取它的梯度 梯度就是什么 梯度就是在每个方向上 你到底能不能往下滚 好 那你如果去取它的梯度 我们刚刚说 你在那个最低点 你就不能往下滚 不能往下滚的话 就代表梯度要是零 往每个方向的梯度要是零 大家看到我这里有写下来说 梯度的定义是 我对这个函数 在每个方向上做偏微分 然后呢 把我现在在这个 我的这个点带进去 如果我已经在谷底的话 我不管是哪一个方向 我都没有办法滚 所以我的梯度一定要是零 好 那这是这个梯度 要设成零的意思 那今天如果 今天是一个凸函数的话 大家可以 至少可以想象 当然我们这边不做 很严格的数学证明 好 但是可以想象说 你如果已经在谷底了 那么你的梯度就会是零 那这是我们一个 可以求得最佳解的方法 好 所以我们现在的任务 变成这样子 我们要找到一个W 我们把这个W叫做WLIN LIN不是指因为我姓零 所以叫LIN LIN是LINEAR REGRESSION的意思 好 我们希望找到了这个W以后 这个W可以满足我们那个最佳题的条件 说 它在各个方向上的偏微分都是零 它的梯度是零 好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要怎么达成这个任务呢 我们就说我们要来算算什么时候T度会是零 那算是T度会是零的话 我们先在简单 把我们刚才已经算出来的这个EIN的这个矩阵的式子 把它列成一个比较详细的式子 详细的式子是什么意思 好 我们EIN里面有某个向量的平方 我把算这个向量平方的式子展开 也就是我等于是算那个向量 对自己的内积 这就是向量的平方 展开以后 我就会得到什么 我会得到三个不同的向 第一个向是W的二次式 这个二次式的来源是什么 二次式的来源是 我等于是取了这一向的平方 那所以我这个二次式里面 我需要写下的系数就有我原来的X 然后呢 还有这个X的transpose 这是我的第一项 这是来自这个东西的平方 我还有一个最后一项 最后一项来自什么 我今天有这个Y啊 OK 对然后这个Y 我有Y的平方 好这是把Y的平方的部分写下来 然后还有那个中间向 大家应该数学学到 这个例如说A-B的平方 我们都能够写出来 这个中间向是两倍的AB 负两倍的AB 那么如果这里整理出来的话 我这边把W transpose写在前面的话 我这边会有一个X的transpose Y 好那当然这是有一个两倍在那边 好这只是把我原来因应的式子展开 这让我们在写出T度的式子的时候 看起来会比较容易一点 好所以我们式子长这个样子 我们有三个项 第一个项是W的二次式 第二个项是W的一次式 第三个项是A常数项 那为了再简化我们的符号旗舰呢 我们把X transpose X这个东西叫做A矩阵 我们把X transpose Y这个东西叫做B向量 我们把Y transpose Y这个东西叫做C常数 它是一个数字而已 好所以我们有A我们有B我们有C 好就问大家啦 你要怎么算这个东西的T度呢 很多同学到这时候会感到很害怕说 哎呀我有这个向量啊 向量为积分我没有学好啊等等等等 好没有错 你需要花一些向量为积分的力气 但是这一件事情没有那么不直觉 我们先想一个简单一点的例子 我们说如果你现在W只有一个维度 你会不会做 好什么叫一个维度 好我们这边ABC取出来了 我们看如果我们W只有一个维度的话 发生什么事 W只有一个维度 我的一印就是一个一元二次方程式 它有一个系数A是二次项的系数 它有一个系数B是一次项的系数 它有一个系数C是常数项的系数 你今天只有一个变数 那你要算T度 你当然就只要对这个变数维分就好了 我问你 好你对W维分的话得到什么 好你说 哎这我会啊 两倍A乘上W 然后呢减掉两倍的B 当然外面有那个N分之一这个常数 我们先暂时留在那边 你说哎呀这太简单了 只有一个的话很简单 那今天如果我的W是一个向量呢 好你对每一个东西做 做了之后 如果你善用这些矩阵的表达方式的话 你会发现 我们现在要解释是这样 它的T度其实是长成这个样子 好你看看跟左边是对应的哦 我左边有个A小A这个一个常数 然后呢右边有一个大A 大A的这个矩阵 好小A乘上了一维的W 大A这个矩阵乘上了向量的W 这是对应的 好左边有一个B这个一维的常数 右边有一个B这个矩阵 好左边的B出现在这个 变成在T度里面变成一个常数项 右边的B向量在T度里面变成常数项 是一样的 好实际上这就是线性怠数漂亮的地方 那我这边实际上用一些性质 例如说我用到A其实是一个对称 但是如果你花一些定义去把它稍微推导一下的话 实际上最后的结果非常的漂亮 我们要写的T度长得就像什么样子 长得就像我的N分之一这继续留着 然后里面就是2A乘上W 现在不是那个A常数而是大A的这个矩阵 然后减掉两倍的B 好这个B是我们的B向量 也不再是左边的那个B常数 好所以再把上面 我们对A跟B的定义A跟B 只是我们暂时叫了名字 把它叫出来的话 我们就会得到 我们要求的T度是长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只剩下一个任务了 什么时候这个T度会是0呢 对每个W我都可以算它的T度 我现在想要找到的点 我的目标点是那个T度是0的点 好所以怎么样 我就想办法设定 什么时候这个T度是0 我就把它设成0 设成0以后你发现怎么样 你知道X transpose X 你知道啊 你知道X transpose Y 你知道啊 这些都从你资料里面 你就算得出来 唯一你不知道的就是W那个项量 所以这个是一个 这个一次的方程式 我有很多个不知道的东西在W里面 不过呢我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次方 好这些连利方程式 所以如果今天我的X transpose X 是可以求得反矩症的话 我们叫invertible 可以求得反矩症 可以求得反矩症怎么样 哎呀那太简单了 我把这个反矩症乘上去 乘上去以后 我就得到一个W 跟一个反矩症乘上去的东西 我的W就一定要等于那个东西 好我想这个对大家来说 不是太大的问题 是我今天 好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 这个等于是我刚才的A矩症 弄出来的这个反矩症 这个是我的B项量 我的B项量 告诉我一个项量 然后我把两个乘起来 就会得到我的 我要的这个最好的W 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好那么今天呢 这个我如果把这个 X-transpose X-inverse 然后乘上X-transpose 这个部分拉出来的话 通常我把它取一个特别的名字 叫做Pseudo-inverse 假的inverse 为什么叫假inverse 因为你如果想象说 今天你如果每个X都是方方正正的 就是对称方方正正 然后有反矩症存在的话 你这边等于是什么 把两个X反矩症 然后一个X不反矩症 三个乘起来 等一个反矩症 然后在有一些证明里面 你会发现说 它跟我们常见的方方矩症的反矩症 具有类似的性质 所以一般把它叫做Pseudo-inverse 好那大部分的情形 X-transpose X实际上都是invertible 都有反矩症的存在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们看看事情的维度 X-transpose X的维度是多少 X-transpose X这个矩症的维度是 D加1乘上D加1 好这两个矩症乘起来 X的维度是N乘D加1 所以这两个乘起来是D加1乘D加1 好所以我只有一个D加1乘D加一个维度 我N大概多少 N通常要比D大 对不对 大家学过VC-dimension 现在心里有个概念 说我们的自由度是D的时候 我的N我的资料量要比D来的大 所以当你的N很大 然后D相对比较小的时候 大部分的时候 因为等于是你在这个矩阵里面 就有足够多的自由度 然后这个足够多的自由度会转化成所 所以它会是一个可逆的矩阵 我们说有反矩阵存在的 好所以大部分的情形 我们都会碰到这种 好那如果今天没有反矩阵的存在呢 没有反矩阵的存在的话 我们就可能会有很多组解 也就是说这个解的数量 可能就不是唯一的 这跟大家以前在解这个连立方程式 面临的情形是类似的 那这时候怎么样 这时候 你如果去反反你的线心态书课本的话 有其他的方式来定义说 Pseudo-inverse 这个假的反矩阵到底长什么样子 然后你还是可以求到 这个很多组解中的其中一组解 但是你要去了解 这个反矩阵的定义是怎么回事 那么在大部分的 例如说一些数值方法的软体里面呢 你都可以看到 他们已经写好了 说Pseudo-inverse 这个虚假的反矩阵 到底要怎么样地求 然后可以怎么样地定义出来 好 所以呢 在实际上我们使用Linear Regression的时候 我们通常建议是吧 好 你看看 你要写程式的平台上是什么 如果那个平台上 已经有写好了 Pseudo-inverse的程式的话 我们建议你直接使用那个 因为直接使用那个 好 不但首先你避免说 我要去判断说 到底它是可逆还是不可逆的 另外呢 在那个 看起来好像有反矩阵 可是实际上 很接近Single 很接近没有反矩阵的那些情形 数值上也能够处理得很好 所以这是通常我们建议大家做的事情 好 所以来看看 我们已经推导了一个 很简单的演算法 这个简单演算法长这样 第一步 第一步几乎不用做是 你的资料拿来 从这些资料里面 做出两个矩阵来 第一个矩阵是X 第二个 好 第二个实际上不是矩阵 是一个向量Y 好 这只是你的资料里面 输入跟输出 想要的输出的部分 做一个分开的处理 然后再来怎么样呢 从这个X 这个大大的矩阵 你去算 它的虚假的反矩阵 它的seudo-inverse到底长什么样子 然后呢 你用seudo-inverse跟你的Y 乘起来 这就是你要回传的weight 你要回传的这些权重 你要回传的你的hypothesis 你的W的linear 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好 这就是linear regression的演算法 跟大家以前 可能例如说 有同学可能只在一维 或者是二维里面学过 那就不太一样 我们在这边我们的推导 都是基于向量跟矩阵 所以你可以想象 这个演算法 可以很轻易的延伸到 多维空间 多维的资料里面 那你只要有一个 在你的使用平台上 有一个好的 帮你求seudo-inverse的程式就好 好那讲完这个演算法呢 我们来看看说 这演算法非常简单 就是一堆的矩阵运算 那大家来玩一玩看看说 你已经 如果你已经用这个演算法 已经求到你最好的W 最好的那个W linear是什么了 那么请问 你如果拿这个W linear 去在你的训练的资料上 做预测的话 那你会得到什么 一般这个预测 我们把它叫做hat y 也就是说 今天你是一个估计的值 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那这个hat y它的矩阵形式 我们到底要怎么表达 好大家看一看之后 我希望大家选到正确的答案 是三 那只是把这个 你对linear的这个W 最佳解 把它带进去 带进去以后 你就得到hat y是长什么样子 那大家注意到说 这个形式里面 其实非常的简单 好我们是从原来的y 然后经过一个转换 这个转换有什么 这个转换有x 还有x的这个seudo inverse 两个乘起来 这是我们从y 转成y hat的一个方式 那这在我们下一半的分析 会慢慢的用到